《時代論壇》每週社評 2014年9月14日 第1411期的時代論壇 社評的標題是 全民退保討論所揭示的社會價值 就全民退休保障的未來發展 香港社會已經討論了幾十年 誰願意供款 政府角色如何 財務又是否可行 都是糾纏經年的論點 回顧近半世紀的討論 不難發現 香港社會的相關觀念正在轉變 例如昔日家庭供養父母的意識十分強 到一個地步甚至可以成為 當年反對全民退休保障的理由 為何要供養別人家的父母呢? 盡力奉養連賣相親的觀念 當然值得支持和鼓勵 但當社會人口日趨老齡 年輕工作人口比例不斷吹幹 單靠家庭系統來供養長者 而不加入社群彼此分擔的元素 又是否可能呢?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 不單是值得推崇的傳統華人社會觀念 也都是面對社會未來變化的時候不可能放棄的社群精神 人口老化是全球已發展地區都要面對的問題 勞動人口退休後的生活所需 是否照顧得好 跟上上成為一地政府的效績指標 以致下台道火線 然而 縱使外國一些同類計劃有各樣的缺陷 卻不能因焉廢食 面對只是會預吹龐大的老年人口 社群的集體承擔方式出路 總比數珠凡事自力更新來都合理 全民退休保障不等同於社會福利安全網 兩者卻常常在輿論討論中混淆不清 後者針對最弱勢的需要 貧富當然有別 前者卻是針對長者今天不知明天事的現實處境 即使有一些積蓄的長者 在二十多年甚至更長的退休歲月裡 還要面對種種的金融風險 倘若長者能夠對每月經濟狀況有一度穩定的基線 總是更為安心 長者的生活質素固然有所提高 即使對未來本地銀發經濟的推動 也是重要的支持 對於關愛長者 一直以來 教會群體都立下不少的好見證 然而就著全民退休保障 教會群體的論述相對甚少 從今期頭版專題的 港大學者周永生觀察所見 來自教會群體的聲音 接近無有 的而且確 不同的退休保障方案 涉及複雜的政策和財務事宜 不容易資源 但當中所牽涉的一些社會價值和人心所向 卻是值得守望群羊的教會 仔細思量 尤其是有心有力 從事社福和財務管理的專業信徒 更應該主動關懷 讓社會在彼此承擔的路上 能夠多走一兩利的路 itting 牽涉